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范棠高老师 再度感谢您来到我的课堂上 现在我们继续来谈我们的主题就是这口设计之美 包括哲学、包括思想、包括美学、技术以及方法 那我们现在要进入最后一个应用范例 那这个我们再重复手柄一下 一开始在前面部分是针对软件的BIT造型的应用 后来在这个第五个范例就扩大到这一个硬件 到第六个范例呢扩大到整个移动互联网跟物联网 都是用EIT去看这个复杂的世界 那在过去这六个例子当中 我们都是用EIT来协助我们来寻找隐藏性的这口 来设计我们自己心中所创造的这个既有创意的新的这口 以及呢把这个这口表述的很清晰 传达给这个开发者 那么我们在第七个范例呢 我们要换另外一个角度咯 我们刚刚都是在表达而已 我们现在要来换我们的谈一谈 在这些表达EIT等等的我们的终极目标 到底能够除了把软件做的更有这个自由度更敏捷等等之外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商业用途就是EIT支持的这一个强龙的车类 包括云端强龙包括这个中端的小强龙云端的打强龙等等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商业车类 也就是说掌握了这口 掌握了话语权 掌握了I 掌握了话语权 掌握了主导权 好没有 这是对企业来讲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商业车类 这种商业车类 所以背后需要EIT这个造型来做支持 来当我们的这个设计表述的这个途径能够协助架构师 能够建立出我们的强龙架构 支持我们企业的强龙政策 强龙的商业车类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呢就是I就是话语权 好那这里我是以这个云端 云跟端的这个整合的这个策略来当一个例子 说明掌握I怎么掌握的话语权 OK 我这边只要是以端云整合的强龙车类 例如呢这个苹果 例如说亚马逊 例如说这一个Google的这种强龙车类 它就是应用这个掌握I来掌握这个话语权 来支持它的这一个商业车类 也就是说有这个好的一个系统架构 才能够支持这个强势的商业车类 OK 好那我们就来简单的再来做个铺垫的动作 这个动作就是在之前我们的例子当中 就是刚刚有稍微提到过了 就是EIT造型 我们是比较属于不是那么积极性的 这一区这一个应用 而只是非常的基础的应用 那就是我们拿EIT造型来寻找隐藏的这口 来设计新的这口 以及来表述这口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个比较既有群类性的用途 也就是说刚刚这个寻找等等 比较属于用这个EIT造型呢 相对上用的相当的文雅 没有任何的欺负别人的味道 没有任何设计别人的味道 现在我们要换个角度了 用EIT造型就是要设计别人 就是要掌控整个系统架构 来支持我们企业的一个强势的商业车类 那这就发挥 尽量的发挥这个EIT对T的一个控制力 这个时候T是被控制者 E是控制者的角色 让SERVER端的大企业 像谷歌能够掌控引平台之外 还能够掌控到移动终端 成为横跨端云的大强龙 这里也就是从EIT的角度 来看今天这个谷歌的这个很强势的 的这个云端的策略是怎么来的 所以上面我们谈到的寻找这口 设计这口以及表述这口 基本上这个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目标 但是它已经可以带给我们系统 一个更有弹性 更具有这一个敏捷性的一个利益 但是这个并不是最终极的一个目的 那么最终极的目的呢 往往是要掌控I 取得整体架构的话语权 OK 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的这个主题 这个主题呢 我们从Client Server的架构来谈起 所以在这个Client Server的一个架构当中 我们一般人都马上会想到这里有一个API 有一个API OK 那就是Client来调用Server 这个时候Server是站在比较小地的位置 因为Client来调用Server Service 调用Server 所以这里是被调用的 所以显然这个Server呢 是属于小地的位置 这Client是属于大哥的地位置 所以呢 这个时候 那就五哥来讲 他是以这边为主的 这个云端的企业 当然沦落到小地了 他就不高兴嘛 就不高兴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原来是这个API 是掌握在别人的手中 虽然是我制定的API 或者是大家制定的 但是显然是他来调用 所以控制权 在Client端 这个时候 在像谷歌这种Server的 为主的云端企业 当然就不很舒服啦 不很舒服啦 他很聪明 会去找到这个接口 所以他发现这里有一个接口 他发现这里有一个接口 OK 所以就应用这一个EIT的造型 这里应该换一个EIT 这里应该换一个EIT 那这些EIT 那对我是不是有利的呢 那这另外一回事 但是会想到 在这里要换EIT 要换EIT 就是最关键的咯 OK 所以呢 这里如果他成为想成为强龙 那么这个方法是做不到的 是做不到的 因为是被人家调用的 所以这里说 当Client主动调用Server的函数的时候 其意味着 Client呢 这个模块既有掌控前 并不利于Server的人 那么 就Server的角度来讲 又如何呢 反败为胜 取得主导权呢 非常简单 刚刚有说明了 就是在这里放一个EIT 在这里放一个EIT 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OK 那么有这么神奇吗 OK 好那我们现在 现在就先把焦点放在这里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边怎么做咯 所以在这个 Server这边 放一个EIT 放一个EIT 那这个 这个部分 更是由强隆来写 就是 写Server的人 这一块 由Server来写 那么 这两块呢 是由写Client的人来写 就写Client的人来写 那这个时候 因为Client要扣到这里 都要经过这个 要扣这里 要经过这里 所以呢 这里变成 控制的中心 又掌握了接口 你第一个 你要把T写完了之后 要合乎我的接口 第二个 在调用的时候 要接受我E的控制 因为进来是透过E E再往这边调用 再往这边调用 所以它总共有两个层级的控制 第一个层级的控制是 当你在写这个T的子类 要做Compiler的时候 你必须要合乎我的I 所以这是 在开发段的时候 用I去掌控的这个T 掌控的T 决定你可不可以跟我搭配 决定你是不是 乖乖的E型我的接口 下去实现 然后 等到 这个Compiler Link完毕了 在执行阶段 这个Client呢 必须来调用我的E 我的E再来决定 调用你的T 跟调用后边的这个Server 因此呢 我在执行期间 掌握的逻辑的控制权 我在开发阶段 掌握的这个接口的制定权 因此呢 这个 像谷歌这种云端的平台 就应用了一个EIT造型 就取得了强势的主导权 OK 也保护了这一边的这个 整个云平台的这个变动的自由度 没钱就改版 改版就有钱 OK 那这就是我们这里说明了 Server开发者来撰写这个ENI 上面这个是由Server开发者来开发的 让Client呢 来写这个T 那Server就拥有了主导权 那这个时候 这一个EIT的位置 就放在这个接口上 也就是 在这个接口上 这个接口 放一个EIT 现在 我们要来换这一边咯 我们要把这边也要换个EIT 为什么 我只取得这边的主导权 这边的主导权 我还没有取得啊 所以呢 我现在 要来取得这边的主导权 所以 Server的开发者 还可以运用EIT造型 把它扣道到Client端 成为Client端的主导者 那就是 在这里也要放一个 因为这边也有一个接口 所以这边也要放一个EIT 放一个EIT 结果呢 让这一边 无论Client跟Server 的T 都是由 这个小弟来写 那么 无论Client 或Server 的 这个ENI 都是由强隆来写 因此呢 这个Google 掌握的 这个 主导权 OK OK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这个 ENI 的部分 都是由Server的强隆来写的 那么 这个 无论T 无论是Server跟Client的T 都是由小弟来写 那这个API 就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两边的I 都变成是API 所以掌握了I 掌握了主导权 OK 这个时候 两端的 这个EIT造型 都是由Server 强隆来写 两端的T 都是由 这个Client的开发者来写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这一个Server的开发者 像Google等等的 就成为 这一个 雄巨两端的大强龙 这个时候 Google就典型的强龙 那 不只是在 云平台上面 啊 写的这一个 Serverlator的G类 就是实际的平台咯 在这个图上边 你可以看到Google的云平台 的确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由这一个Google 来提供 ENI 让所有的客户 来写T 来写T 那么在手机端也是一样 所有的ENI 就是Android的平台 都是由Google来写的 那么所有的T 都是由 这一个第三方来写的 那这个可以看得到 我们刚刚所谈的这样的一个EIT的结构 在这一个现实的社会里头 现实的世界里头呢 Google的确是这样子的一个 运用 运用 它运用的EIT造型 放置在两端的这个J口上 两端的J口上 那这 让它成为 这一个横跨 云以端的 这样的一个大强龙 好 OK 所以我们就 了解了 两端各放一个EIT造型 那这里头的ENI 都是由Google来写的 那两端的T 都是由第三方APP来 APP开发者来写的 因此呢 造就了整个Google 成为典型的大强龙 那么 在这个环境之下 我们现在 要来再看看EIT的另外一个用途呢 就是 在这个云端的强龙策略下 那么 终端的厂商 就制定当成小弟吗 OK 那么 我们现在来看看 终端的 这个厂商呢 也可以 应用 这个 EIT的造型 应用EIT的造型 来 缓制 这个大强龙 OK 我们来看看 怎么做 其实很简单 但是是不是 能够缓制得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 至少 不能成为大强龙 也可以成为小强龙 OK 那 我们就来看看 在这一个Google的 这一个云端平台 这个大强龙的策略下 就 让这个 中端的开发者写 APP 而且 写这里头的插件 这是中端的APP 加上 这一个云端的 这一个APP 所以这个都是 APP开发者写的 这就是 但是EIT是由强龙来写 因此呢 他获得了主控权 跟话语权 OK 那终端就变成小地 OK 这个时候 终端厂商的策略 可以来一个 协天主义令诸侯 也就是 应用 这个EIT的造型 来创造 这个潮潮类 在这里 就是在这边 再写一个潮潮类 就是当你是 开发APP1的人 在这里就 写一个APP1 STOP 那这个STOP呢 的用途就是 来转这口 转这口 把这一个 当成是TEN值的这口 这是TEN值 所以TEN值的I 这里有一个I 这个I呢 由这个潮潮类 把它实现了 再换一个自己的J 再把自己的 插件写在这里 OK 插件写在这里 那这个时候 这些插件 所看到的J 是 这一个潮潮类的J 而不是TEN值的J 因此呢 在这里 我们 反而 拥有这一个 相当大的主导权 就是 就是 从这个潮潮的角度来看 它就可以 协天值 以令诸侯 所以可以 至少可以 牵制一下 缓制一下 天值的势力 OK 那 这里是一个EIT OK 所以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 从终端厂商的角度看 这里是一个J 口 叫I J 口 叫I 这里是J 所以这里 我放一个EIT 因此呢 就放一个 潮潮类 叫EIT 一样的 一样的 因为看到这里 有一个J 口 虽然这是强隆设下来的J 口 但是也是J 口 在这个J口的位置当中 我们来放一个EIT OK 所以就引导我们 在这里放一个潮潮类 OK 好 那这个潮潮类呢 它在调用的时候 虽然是经过这个I 这里提供的I 这是对我 对这边的一个J口 那 这边有一个内部的J口 这是 标准的 IJ口 那这个J口呢 它是由它来调用它 就这J口被它所挡掉了 所以叫协天子令诸侯 所以这些两个插件 都看不到这个I 而是看到这边的 自己定义的I OK 所以 这样子 这边就 拥有了潮潮的地位 至少能够跟天子相抗衡 OK 所以保护了自己的地位 跟这个插件 那么我们就以 这一个实际的例子 就是应用Google的 VAE的云 来写这个Storm Machine 游戏的例子 这个例子之前 也介绍过了 只是我们的重点 不是放在 这个EIT的造型跟J口上 现在呢 我们把重点 放在这个J口上 那这个就是Google的 VAE的云 那这个是 给第三套AP开发者写的 那就是在云端的服务器上 OK 所以我们就 基于这样的一个Google的VAE的云 那我们来写我们的APP 就写这个 喇叭级的游戏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依照他的做法呢 使Google来写EMI 我们来写T 这个时候 我们就被EIT了 就是被扁为小弟 被扁为小弟 但是我们会发现到 这里有一个J口 因此呢 我们就想在这里放一个EIT 因此呢 我们就放一个草草类 在这里 那这样子有了草草类之后 我们就可以写天主义令诸侯咯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写我们自己的T 来保护 透过这个I 来保护我们自己的T OK 来缓制这边的I 因此呢 让我们这一个T 拥有高度的变动自由度 不用完全看他的I的这个脸色 而且呢 这个控制下来 也是有很多控制权 在我们手上的 所以这里 并不是为 直接为他所控制的 因此呢 保护了我们游戏的 一个重要的引擎 或者是重要的逻辑 或者重要的模块 因此达到了 协天主义令诸侯的一个目的 让我们从小地提升为小强龙 虽然没有大强龙那么大的力量 但是也能够支持我们建立一个小强龙的地位 OK 好 那我就讲到这里 休息了 谢谢各位